好了我们来看到讲解26 我们进入到应用问题了 有一楼的橘子数量是在150个以内 那每9个一堆或6个一堆都刚好分完 那9个一堆我们就画一个圈圈写9 9个一堆没有剩下 如果一堆是9个两堆是几个 18个三堆呢 对 所以如果分完没有剩下代表它是什么 9的倍数 没有剩下代表它是9的倍数 然后6个一堆也是没有剩下 那代表什么 6个一堆 86的倍数 对没错 它就会是6的倍数 它不但是9的倍数 而且还是6的倍数 所以这个数字呢 就是6和9的共同的倍数 就是6和9的共同的倍数 叫做什么 公倍数 那它说问要最少是多少就是找最小公倍数 好 刚好分完这是倍数 好 好 那最少就是最小公倍数 好 那怎么做呢 就是9和6 要把它乘起来 对 对3乘3 对3乘3 好第一小题是18 好 那第二小题呢 第二小题就不是18了 第二小题它怎么说呢 如果不是最少 那最多是多少 那最多是多少 那你要看哦 它说150个以内啊 150个以内的公倍数都算哦 那这里是要找最少 那最小公倍数当然是18 那其他的公倍数怎么找 其他的公倍数就是最小公倍数的倍数 找好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 所有的公倍数就是最小公倍数的倍数 你只要先找出最小的公倍数 再去找他的倍数 所有的公倍数就是最小公倍数的倍数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找到的最小公倍数是18吗 最小公倍数是18吗 那再列出18的倍数 18的倍数有哪些呢 18的倍数 18的倍数有1倍 18 2倍3 6 然后 5 4 6 6 6 那最在150以内 在150以内最接近的是哪一个 我们怎么去找最接近的那一个 对 对 没错 150除以18 好 然后这样子 6 7 8 5 16 9 9 8 7 12 91得9 16 超过 8 8 8 6 6 4 8 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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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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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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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0 1 介绍一下鱼跟不足的关系 这叫做剩六个 剩下六个 其实是不足几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150颗糖果 注意听这里很重要 150颗糖果 每18颗装一包 那这里叫做什么 剩下六颗 所以如果装完没有剩下 就是你两个做法 150减掉六颗 就是144 这个你要会 因为这次只有除以8而已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144 如果它是两位数 你就看不出来了 如果它的商是两位数 我们就是要减余数 那如果要问超过 要比150还大的18倍数 要怎么办 我们刚刚讲 每18颗装一包 还剩六颗 那我要再几颗 才能再装一包 我要再几颗 才能够装一包 我还要再12颗 才能装一包嘛 18颗 每18颗装一包 剩六颗 再来12颗 我就可以再装成一包了 所以另外一种做法 是这样子 再加12颗 这叫不足 这样就变162 不要再转 那个声音很吵 那这个162呢 就是超过150的倍数 超过150的倍数 6叫做鱼数 那么12叫做不足 鱼跟不足 有什么关系呢 鱼就是剩下6颗 每18颗装一袋 剩6颗 也就是说 再12颗可以装一袋 这个12叫做不足 6叫做鱼数 鱼数加不足等于除数 这个叫做减鱼数 这里比较难 我刚刚犹豫要不要讲 既然讲了 你们就专心听一下 减鱼数加不足 那鱼数跟不足的关系呢 就是鱼数加不足等于除数 好 那鱼数加不足等于除数 反过来 除数减鱼数就是不足 这叫鱼数跟不足 你除完最底下叫鱼数 你只要把你的被除数 减掉鱼数就可以整除 那如果我要超过的话 减当然会变少 但我如果要超过的话呢 我希望超过150的 18的倍数 我就要加码 要加什么 加不足 鱼数加不足 就会等于除数 因为除数的定义 就是每几颗装一包 等一下会用到 超过就是要加 加就是要加不足 那不到就是要减少 减少就是要减鱼数 减鱼数加不足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了 知道了没有 好 等一下会用到 好 我们看讲解27 王伯伯的果 果园 少一个字吧 果园 少一个字 不然为什么不见了 王伯伯的果园呢 昨天采收的离子数量 在 650克到700克之间 那如果呢 我把它20克装一盒 或12克装一盒 都刚好装完 好 好 那 第一个 如果他是12克装一盒 那他可能是装了一盒 装了两盒 装了三盒 装了四盒 装了五盒 对 那如果他是12克装一盒 他可能装了一盒 他可能装了两盒 他可能装了三盒 他可能装了四盒 他可能装了五盒 那同样的 同样都是离子嘛 同样一批离子啊 所以他的最小公倍数就是 可能60克 可能60克 但我们不这么算了 我们是用短除法 60克是最小公倍数啊 可是他说 这个离子的数量是在650克到700克之间啊 他是650克到700克之间啊 并不是60克啊 那怎么办 就是要找 把所有的公倍数都找出来 那所有的公倍数就是去找最小公倍数的倍数 啊 那最小公倍数的倍数有60 120 然后180 他要在这个范围内了 650克到700之间啊 那重点来了 要超过650要怎么样 超过要加不足了 超过就是要加不足了 要加不足了 那不到不到700叫做减余数 不到700叫做减余数啊 这样会不会 要超过650 就是你用650去除以60 然后呢 再把不足加上去 那么如果不能要再 呃不能超过700 要在700以内 就是要减了 减要减余数 所以你700去除以60 然后去把他的余数 减掉 好那我们就来除了 好来650 650 650来除以60 好那这是160 余50 余50要不足多少 这是余50 我要再更多要加不足 不足怎么算 除数减余数就是不足了 除数减余数就是不足了 除数减余数就不足 好那650 不足10就是再加10了 650再加10 660 所以这一个是660 这样懂意思吗 要超过650的60的倍数 我先相处 然后再算出不足 加不足 就会变多 好 再来另外一个 你知道吗 那是草莓口味是吧 我闻到了草莓的味道 好那再来700 除以60 再来160 好了 那我要找60的倍数 又要在700以内 就要减余数 减余数700 去减余数 就是660 两个是同一个 好 好 那所以就是660颗 好 有时候算出来会是一段范围 可能会有好几个 你就要一个一个列出来 但是这里就刚好一组而已 有时间赶快写 不要有时间在那边抓抓抓 你上课啊要听懂记得会用啊 就是你刚上上课的理解完的过程中 马上写演练 是最快能够写出答案的 好 好 那我们再看讲解28 假路的公车每6分钟开一班 以路呢 每10分钟开一班 好那 这个上午5点30分 两条公车同时开出来 下一次一起开是几年几分 对啊 5年级也有交到 对6年级是一步一步的加深 5年级有讲到 对没错 对 但5年级 5年级的工具是 列出所有的功倍数 那 到6年级 6年级跟5年级的最大差异的数字 会变得很大 好 那如果你没有用到 适当的方法 你就会算不完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你从竹林国小来到这里 你走路骑脚踏车 骑摩托车都可以 甚至妈妈也都骑摩托车载你来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现在目标是到逢甲 你妈会不会带你骑摩托车到逢甲 你不知道 那你妈带你去台中 会骑摩托车去台中是吗 不会 就会变开车嘛 那 那 所以一样的道理 小五介绍过了 小五的数字是比较小的 那 小六呢 数字会比较大的 那换不同的方式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假公车6分钟 以公车10分钟 所以呢 相遇就是找最小公倍数啊 一个6分钟 6分钟开一班 12分钟第二班 18分钟第三班 24分钟第4班 这小五的做法 好 那以路公车呢 10分钟一班 20分钟第二班 30分钟第三班 那我们的 小五是列列列找到一样的圈起来 那我们 小六是怎么做 直接用什么 最小公倍数 最小公倍数 用短出法 所以呢 30分钟后 会一起出发 30分钟后 会一起出发 可是他不是要问你几分钟后啊 他是问你 下次开出来是几 哎是几分钟后 那就30 好 那有时候会问你几点几分啊 你好 好 就要再加 他只要问你几分钟后 那就是30分钟后 那如果他问你几点几分 你就要把那五点半加上来 好 你要把那五点半加上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讲解29 哦 魔法乐园有小火车和观光巴士 两种游园工具 交通工具 小火车20分钟开一班 观光巴士三分 30分钟开一班 上午8点半同时开出第一班 卡 下一班是一起开是什么时候 这一题跟上一题最大不同 就是他是要问时刻 刚刚是要问经过的时间 啊 那我们就直接 来咯 20和30 我们先去找最小功倍数 就是 下一次是经过多久一起开出来 那么也就是呢 60分钟后 但是他不是要问时间 他要问的是时刻 开始时刻 加 经过的时间 结束 哎对很好 开始的时刻 啊 开始时刻 加经过的时间等于结束时刻 来把他抄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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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开始是8点半 那经过 经过三 呃 一小时 那就很简单啊 8点半 加一小时 加一小时 就是9点半 所以呢 在9点半的时候 就会 第二班 好 好 对哦 有点 离太近了 好了吗 好了吗 好了我们再看下一题 一个淑庭五天到公园一次 然后清禾三天到公园一次 那有一天两个人一起到公园 那至少要几天后才会在同一天 那同一天 一个是五的倍数 一个是三的倍数 对 所以呢 找公倍数 他们在十五天后就会相遇了 啊老师这不是小五就教过了吗 对 我们看一下周妈妈 我们来三个了 周妈妈有两个儿子在城市工作 大儿子十二天回家一次 二儿子十八天回家一次 啊然后呢在四月三号一起回家 下次是几月几号 第二种变化 你先算几天后 你先算几天后一个十二天一个十八天 几天后会再同时回家 三十六天后 那三十六天后是几月几号 四月的最后一天是几号 三十号 对 所以呢一样是 一样是三号 一样是三号 因为四月的最后一天是三十号 所以这样会经过三十天 四月的最后一天是三十号 所以四月三号到五月三号 这样是经过的三十天 那么还有几天 还有六天啊 所以六天 再六天是几号 对 对五月九号 是啊 五月九日 对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下一题了 有一条 两百公尺的街道 从起点开始 九公尺重一棵树 15公尺设一盏灯 那这一的街道的起点 同时有树 也有灯 那么下一次有树 也有灯的是距离起点几公尺 这要怎么做 找什么 一个是每两百的倍数就是有树 九的倍数有树 15的倍数有灯 那有树又有灯是找他们的公倍数 所以有树又有灯 45公尺 45公尺 呃用长 8公分宽6公分的卡片 我们画一张 8公分6公分的卡片 然后要排出一个正方形 那我往右边排 往下面排 排完了变成一个正方形 那正方形的边长一样长 那正方形的边长 长找8的倍数啊 长要找8的倍数啊 那么变成了正方形之后啊 他的长和宽就要一样了 所以我要去找6和8的公倍数啊 那我们先找出最小公倍数 最小公倍数就是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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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需要用到几张呢 我们反过来看哦 长可以长需要几张 长需要三张 宽需要几张 四张 宽用了四张 长用了三张 长用了三张 宽用了四张 大概是这样 那这样总共会有几张 哎长用了 哎呦 常用了哎呦我发错了 常用了四张 哎呦长用 啊啊真是6666 6 啊 是啊 就是厉害你才来找我学数学的嘛 哈哈好了开玩笑啊 这个宽摆了四张 长放了三张 所以是12张 等等 对 在醒Hmm 我们应该回答一下 我们应该回答一下 这个宽摆了四张 太ja了 我对